衛生局人員打開箱子 發現這一包一包 來自日本的納豆 產地雖然標示北海道 但裡頭附的醬包 卻來自核災地區 數量之多高達2119包 現場進行封存 而這些核災食品 是由玉毛屋自行進口 衛生局要求業者 必須全數下架 這六個產品裡面的醬包 其實是都沒有標示的 所以我們目前請這個廠商 針對從日本進口的 25項納豆產品 全面先做下架 知名的日本商品賣場玉毛屋 自行進口的25款納豆中 有6款被衛生局人員 查出是核災食品 當中有石聖產黑豆納豆 大力納豆 零丸子小力納豆 醬包來自磁城縣 另外3款則是豆產納豆 黑納豆和小力納豆 醬包產地來自千葉縣 必須通通下架 就是抱怨的說是北海道 但是經營比對原產地 醬包的產地的話 它是產地是在磁城縣 跟千葉縣 玉毛屋所販售的商品 大多是自行進口 業者聲稱不是故意的 表示當時進口的時候 是以組合包的方式 將醬包包含在裡面 日本廠商只有提供 納豆的產地證明 但卻沒有醬包的來源證明 因此不知情 醬包來自核災區 但是玉毛屋已經涉嫌 違反食安法申報不實 可依法開罰3萬至300萬元 目前玉毛屋也將 其他款的納豆先下架 等清茶無履之後 才能夠再上架販售 記者林靜問陳萌輝彰化 採訪報導 他的宣告 照片 他的宣告 他是要 接觸